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口述 唐德纲撰写 第三边 初期军中生活 第六章 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 我们这批无职军官 奉令听后另开工作 明知等来等去 总不会有结果的 应就军各有其系统 门户之鉴甚深 我们不亦插足 且我们新式军人 也不愿置身其坚 而新军纠属有限 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 所以当我的同事们 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后差时 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 决定返乡务农了 我家原是耕独之家 因此 我觉得在外无职 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 就在民伯三年的秋季 回到林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架塞是个属手 体力又强 所以我和一般农夫 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 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 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 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 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夏天工作 有些不明大体的人 则认为 我在外面做事无出路 被迫返乡种田 难免有叙叙闲言 我听了也处之泰然 并不介意 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 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 认为 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 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许多新式学校 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 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事 而其中最敢缺乏的 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 我国的传统 读书人都文弱不堪 手无负机之力 一旦要找一个 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 和体育运动的人 实非一实 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 和修操教员 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 为学生所不满 就是教导无方 或人缘不好 而自动或被迫离职 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 颇感头痛 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父贤相居时 他们便认为 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 而向各校推荐 民国四年的春天 省力模范小学 首先送来了聘书 我当然也乐于接受 就病当一切 到了桂林 做了省力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 军训是我的本行 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 时常在操场上做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 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 佩服得五体投递 加以我的人员 一向是好的 校方同事 对我军级推重 所以我就职不久 便生育却起 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 不久 县立桂山中学 也送来了聘书 要我去监课 我推辞不了 也就监了 所幸 这两校距离不远 而同事和学生 都对我极好 学生们 敬我如父兄 学校当局 则是我若归宝 优理有加 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 比上位官带 还多四十元 在那时 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 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 剩余的上购置些田地 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 都很惬意 不过 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 叫文科学堂 自飞我的素质 所以我实实在想 重返军舰 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 我的一位朋友 显博平军 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 他现在滇军张开如第三师 以仁至营长 成他的器重 邀我到他那里 去当连长 因为这时 正值袁世凯称帝 西南正要群起兴师讨员 颠 贵阁军都在扩充 号称护国军 干部需要人 像我这样一个 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 自然就在他们罗智之列 我当然 也乐于应长 所以我就向学长当局辞职 以阴险军之约 加入护国军讨员 二 险营长汉西 薄平 是广西宁明人 广西干部学堂不科毕业 我们在将校 蒋西所共事时 他是第三队的队长 我是第二队的队父 喜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 衣履非常整洁 随身有自卑的帆布行军床 日常生活极有规律 而且注意卫生 总之 他一切都很洋化 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 其后 他加入滇军 当李列军的护国军 由蒙子开到南宁时 险薄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如步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 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 便是在航日时期 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险军对我的邀请 可以说 正合我心 因此 我就赴殿险军 表示接受兴职 谁知道 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 两校师生一致挽留 终因我去一瞬间 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 在我临行之时 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晚见 并未执此动乱时代 各方职位变动甚多 现在姑且请人为我带课 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 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 几番西别 护道珍重之后 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 正值暮春季节 风和日暖 我自桂林顺离江而下 直达乌州 乌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 这时更值护国军心 运输频繁 各军都在向赵庆集中 时滇军第四十方声滔步 市开抵乌州 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十的招待所 当我乘的船靠岸时 直见码头上下 军名杂咬 熙熙攘攘 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 在后船去南宁 忽然在仁从中 瞥见前路小第一期同学朱良奇 梁博山和谢绍安 梁 谢二军 且是我两江小同乡 就与相逢 惊喜交集 互道别后之情 才知道 朱良奇现任滇军第四十步兵 第三十四团 第一营营长 梁为该营营赴 谢为第一连连长 当朱知道 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 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 我告诉他说 曾与险军有约在先 未便失信 梁华说 大家同属一军 分什么彼此 不容分说 便招呼勤务兵 把我的行李 搬到第四室招待所安置下来 并立刻惩请 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 在梁华的强制执行之下 我无法脱身 只好写信给险军请辞 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 第四室的兵额尚部族 正在吴州一带加紧招募 我们在吴州住了十多天 我的委任状由上风批了下来 锁报连长不准 但准以中卫排长任用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 不过 我也并不介意 于是我就在第四室内 当了一名排长 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赵庆 谁知道这时 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赵庆 我忽然间又碰到了险营长 他因走我为何爽约 为去南宁 原来因为荣马空总 我在吴州所记的信 他没有收到 当我解释清楚 被朱良琪等挽留的经过 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 险军大为不平 因为他已 替我请准了当连长 我不到差 却在梁琪这里炒排骨 那时军队中 把当排长叫做炒排骨 连长叫做莲子羹 他要我回第三师去 我觉得 此事很难开口 所以没有答应他 不宜有一天 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 我也奉陪莫作 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 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 薄平便责备梁琪 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 薄平说 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 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 却叫他在你那炒排骨 两人说到最后 竟炒了起来 再加上几分酒意 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 这时一下闹大了 我夹在中间 觉得非常为难 未免使朋友们 因我而伤感情 我想 还是辞职不干的好 成朋友们推爱 觉得我离某为人做事 诚实可靠 都要来争取我 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 方可谓是朋友间的感情 于是 我就决心辞职 搬到端州旅馆赞助 这端州旅馆是赵青当时最大的旅馆 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 但多半是与反对地质运动有相当关系的 或在后差 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 我在端州旅馆 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 他们知道 我兵险无事 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 所编的地方明居 他们说 如果我肯去 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 因为这时 各地都在成立明军 或是收编土匪 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 官阶极为混杂 官内侯 滥羊头 顾教官 也可随便委派 我自私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 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明军为伍 所以他们的好意 我都一概谢绝了 但是长期赴贤 也不是办法 正在进退维谷之时 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奇招 奇招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 后又转入干部学堂 他且是我林贵县的小同乡 平时过从极密 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领虎的部署 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 他一见到我便问我县力何不 我当然据事已告 奇招便说 如果我不嫌弃的话 何妨到他的连里 去炒炒排骨呢 我说 反正是闲着 如果他那里有缺 我当然很愿意追随 奇招说 等他向他的上风报告一声 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奇招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一师和第二营营长黄勉 都是广西人 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显伯平 朱良奇都很熟 第二天 奇招带我去见黄营长 黄一见面便翘起大拇指 说我是大大有名的 原来他早已知道显 朱良营长为我而拔枪相见的故事了 他一再地说 欢迎 欢迎 这样 我在当天便搬入陵军第二营 当了一名中尉排长 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灵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灵虎先生部下的经过